2月2日,哈尔滨基地馆15岁的海豹妈妈莎莎顺利生下一枚萌宝 新出生的小家伙长相与妈妈截然不同 全身银白,大眼睛水汪汪的,萌态百出 2月11日,记者在哈尔滨基地馆看到 刚出生不久的小家伙越来越健壮,状态非常好 不仅撒娇卖萌不断,还开始跟着妈妈学游泳 养泳,自游泳,潜水,样样精通 据了解,海豹妈妈莎莎,生性温顺,喜欢与人亲近,特别的聪明 处于哺乳期的她,身体仍然圆滚滚的,萌态不输海豹宝宝 自从生下小海豹以后,就感觉到她的光环无限的存在 而且呢,我们也感受到了,她的母性也是非常的强大 那小海豹出生以后啊,她不知道怎么去吃奶,也找不到吃奶的地方 小海豹在那迷茫的同时,那沙沙,她就会自己雇佣雇佣 雇佣到小海豹身旁,然后翻过来,布皮冲着小海豹 让小海豹自己去找吃奶的地方 据了解,再过一周,海豹宝宝将开始吃鱼,同时换掉胎毛 之后,她将和妈妈一样成为一只真正的搬海豹